上和峰会习普会面,标志两人正式结盟 9月15日,郭文贵先生在盖特视频中爆料 上和峰会习近平和普京的会面,标志着中俄之间形成了战争和经济联盟 火柴和打火机放在一起的结果就是互相引蓝,只是时间点和方式的不同 现在最后新的就是中共国和俄罗斯已经正式形成了战争联盟、经济联盟和生死联盟 严格意义上,习近平普京的会合,从官方正式代表了中共国和俄罗斯一起参与了对乌克兰的战争 中共从一系列的行动中资助俄罗斯武器、金钱大量的人员 选择军队以各种身份介入战争,还绝对会100%不留后路地挑战美国和欧洲 美国军事情报委员会已投票通过了台湾政策法 中共国对世界的金融大战、经济大战马上将从香港开始 第一个受害的就是香港 二十大前这段时间,习近平会把跟俄罗斯的事情处理完 二十大后会从金融上和西方全面对抗 然后在军事、技术上大力地支持俄罗斯反转乌克兰 乌克兰很快会有巨大的伤亡以及突发的政变 而且很可能会对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先生下黑手 因为中共国在乌克兰的势力不容小觑